洛阳是一座谱写半部中国史的城市 自夏朝建都开始 洛阳就以天下之中的姿态 孕育着华夏文明 他在圣堂的时候发展达到顶峰 洛阳老城区当中 矗立着隋堂洛阳皇宫 紫威城遗址为核心修建的明堂跟天堂 至于洛阳观陵更延续着千百年的不灭香火 关公是我们都相当熟悉的历史人物 而他忠义仁勇的精神 也都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洛阳的观陵 它是唯一一座被称作灵的观庙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庙 有点像是观庙的总部 而观公的首集也是葬在这个地方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进去参观 由于观宇被封为五圣 因此他的灵情被尊为观陵 我们这里都是观陵的牌子了 对 是 这里是观陵两个字 这个两个字是明末清初 洛阳的大书法家王夺提写的 王夺他是咱们洛阳梦见人 笔法比较独特 一向有神笔 王夺之称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道门呢 它是观陵的宜门 是明代的观陵大门 它当时呢也是文官到这道门前要下轿 武将呢到这要下马 而且在整理好仪表之后才能够进去参拜 好 那我们现在就整理一下仪表 准备进门了 对 没错 从宜门到大殿之间有一条长三十五公尺的涌道 我们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是海内外观庙中唯一的一条石石涌道 它始建于明大万历四十七年 在清代乾隆五十六年呢 增加了我们身边的这些石石涌柱 柱子它一共是五十四根 上面有狮子呢大大小小一百零八个 而且每一个都不一样 对 每一个都活灵活现 表情都不一样 有没有想到什么 我觉得有点像卢沟桥那边的石石 对 是 因此这条路还被人们称为是洛阳的卢沟桥 狮子呢它自古还是招财守财的神兽 因此这条路也被人们称为生财之道 所以这狮子上面的红四带呢 就寄予了人们求财的祈愿 招财敬保 嗯 对 两边上呢还有许多的碑客 它是功德碑 是历朝历代 人们捐资修庙留下的印证 我们再来看看这对石柱吧 嗯 这对柱子叫望柱 柱顶的神兽呢是望天后 望柱它相当于华表 一般是在古代帝王的宫殿 或者临寝前才出现的 它出现在观陵 就代表着观公的地位和观陵的等级 嗯 而且观陵这对石华表的设置呢 在海内外的观庙中 也是仅有的一对 这也是观陵建筑格局的独特之处 嗯 大殿是观陵的主体建筑 位在整座庙院的中心位置 殿中悬挂的各式匾额 赞誉官公声势微灵 其中以秦龙皇帝御书的 声灵鱼朔匾额最具代表性 殿内摆放着官羽的大刀 壁上会有三国著名的故事 正中供奉着官羽坐像 四立两侧的石棺平 周苍跟王府撂画的塑像 那这里呢是观陵的大殿 大殿内一共有五尊造像 正中央呢就是官圣帝君像 嗯 它是国内最大的室内造像 高有六米 也是国内唯一的 面部贴金的官羽帝王坐像 而且这个形象呢 它也是道教中尊称的 主司世人官路又科举的 文恒帝君的形象 所以呢 人们通常在这里 祈求试图通达 学业有成 官羽的声策呢 从这边意思是 官平 王府 廖画 周苍 官平是他的义子 王府呢是他的军师 廖画也是他的大将 周苍呢 原来是黄金军的一名小头目 后来因为仰慕官羽 甘愿为他扛大刀 得知了官羽的死讯之后 王府坠成而死 周苍自吻而亡 所以把这五位塑在一起 也是忠义的代表和化身了 官邻二殿又称为财神殿 殿中塑着官羽目视东无相 左侧站着手捧大印的官平 右侧站着手持大刀的周苍 在二殿大门上悬挂着光绪皇帝 预提的光昭日月匾额 自古人们就在这里 祈求生意兴隆才运亨通 我们现在到了第三殿 就是春秋殿 这里里面比较特别的是 有官公在读书 还有一个是在睡卧的像 在睡觉的一个形象 是的 这里是春秋殿 它建于清代嘉庆二十二年 你刚刚说的读春秋的形象 就是在东汉建安安五年 关羽和他的两位嫂夫人 被困曹颖 曹操为了离间关羽和刘备 之间的兄弟情谊 就让他和他的两位嫂夫人 同处一室 而且只给了他们一根蜡烛 但关羽他当时呢 把蜡烛一封为二 一半留给两位嫂夫人 做针线火用 另一半自己留下来 丙烛达旦 夜读春秋 白天才回房去休息片刻 那之所以有睡卧像呢 就是当地的百姓 觉得关公一生呢 特别辛苦 白天要操兵面嘛 晚上还要读书 就塑了一尊他的睡卧 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对 这个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 对 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 很少 春秋殿前方有许多的柏树 其中一棵传说是关羽 成气旋升空 斩腰除魔的旋生柏 另外还有三株 树干缠结的结翼柏 我们现在身后 就是关羽的木种了 对 没错 围墙围起来的地方 就是关公的木种 我们说关陵 其实具体的关陵 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根据中国的封建礼制 皇帝的木叫陵 王侯将相的木叫种 百姓的木叫坟 只有圣人的木 才可以称之为陵 对 树陵的陵 我们国家有文圣人 孔子的木孔林 关羽在儒教中被奉为五圣人 他的木就叫关陵了 你可以看出他地位真的崇高 是的 中义神武 灵幼人勇 危险关圣大帝灵碑 这是关陵被称之为灵的重要依据 这边有一方碑客 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碑客 重建关王种庙祭 那这块碑上有一个地方 我请大家来看一看 你看这边 洛阳县南门外 离城石里 有关王大种 内藏领首 汉石有庙 汉石有庙 就从这里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关陵距今 已经有1802年的历史 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关庙 关羽 忠义仁勇的品格 受到历代帝王跟百姓的敬仰 他是唯一被儒士道三教 共同推崇的人物 河洛大谷是一个流传于 河洛流域 兴盛于洛阳的传统曲艺表演 那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洛阳 就有这个荣幸 可以欣赏到 河洛大谷 非宜代表性传承人 张怀生的老师 以及他徒弟们的表演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啰 河洛大谷俗称说书 它是河南的传统地方曲种之一 也是一种以说唱的表演方式 来叙述故事 塑造人物 表达思想感情 跟歌唱社会生活的传统曲艺 河洛大谷通常主唱者左手打钢板 右手敲击平鼓 右手敲击平鼓 歌唱风格是欢快活泼 气氛热烈 这个打钢板 它是简单的一种熟说熟的情色 有爽瓣 营养瓣 这个瓣上边刻的都是飞翼的传承的标识 这个手你看 左边在左手里边搭 要拿好有淡垫 好响 爽垫 闪垫 这也叫凤凰三点头 这个后来呢 我给他就是为了铺鸡传承方便 形成了一个单开 爽开 这个三点的开板 教大家学学人们好紧嘛 张老师从小随父亲学习曲艺 那我身旁有好几位美丽的老师们 我要来请问一下 你们在练习的过程啊 哪里是最困难的 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手把 手把刚开始拿就不会拿 对我刚才练一下就好难啊 那个声音打不响 是 因为啥 你没有掌握一定的要领 这样这必须得要下功夫练 如果你看你看 当时拿着板的时候 你就说这个指头你要打开 打不开 打着打着跑一块去了 不协调 对 协调不过来 花了多久时间啊 我打了有四年多 四年多 我是18年十月份 进入河洛大国的 我比他们稍微早一点 你知道吧 就即使程度不一样 但是就是透过一起练习的方式 对 强迫进步 对对对相互学习 大家都相互在一块 没事磨练磨练 教教各个手把 有时候老师忙了 我们就在一起切磋 我说一下 非我们丢下了 有美中心的伸多花 有多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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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腳併用的演出方式 也是張懷生老師的絕技 好好聽 老師我想問一下這個樂器是什麼 這個樂器叫墜糊 是三線墜子 就是在造木啊 這個禮木啊都可以做 做成了一鍋也很香 但是都太輕了 後來就是把這個 發生的那一塊 發生的音箱裡邊 下邊用的土呀石頭啊 用的墜 襯的東西把它墜下來 就形成了墜糊 哇 啊 了解了 對 讓它穩了 叫它起穩定的作用 所以起一個名字叫墜糊 然後我剛才有看到 老師除了墜糊之外 腳上還綁了另外一個打節拍樂器 對 這個是老傳統的東西 這叫節拍器 這個是傳統的節拍器哦 傳統的節拍器也叫絕幫 嗯 透明叫絕幫 嗯 就是這個音樂旋律中間它的節拍 當時你想好比說 長墜子的時候啊 它就是大個手板 對 就是這樣好比我給你示範一下啊 你看這個手板 太陽著來 找山安望 找到了羅陽的大石橋啊 啊